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3条模糊空泛选自由 英美欧日台接连炮轰 LED花海隐喻一路走好 亦或沉默闭嘴 2024幸福报告 香港排名低过南非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香港简讯 我是叶晚峰 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21日星期四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港府昨天19日 极速通过23条立法 引发国际社会一片批评声浪 美国、英国、欧盟和日本、台湾 接连表态炮轰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 柏特尔星期二19日 在例行记者会表示 23条立法 有可能加速香港这一个曾经开放的社会变得封闭 并对23条中所规定的涵盖廣泛 而且定义模糊的条款感到震惊 他表示美国会毫不犹疑地指出 谁对侵蝕香港自治承诺负有责任 如果情况需要 美方也会采取其他行动 柏特尔博特尔还说国务院正在分析这一项立法 究竟潜在的风险以及对美国公民 还有对其他可能存在的美国利益的影响 英国外相卡梅隆发表长达200字的声明 批评这一项匆忙通过的新法律将对香港这个金融中心产生广泛的影响 卡梅隆在声明中说 国家安全和境外干预的宽广定义 将令到那些在香港生活、工作和经商的人面临更多的困难 这个将家劇目前主导香港社会和政治局面的自我审查文化 并令到言论、集会和媒体自由持续受到侵蚀 他进一步指出香港新的国家安全法律的总体影响是 他将进一步损害这座城市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卡梅隆还表示 这个快速制定的法律破坏了《中英联合声明》 并敦促中共尊重和保护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法治 欧盟星期二19日也在声明中批评 《新国安法》或会加剧对香港基本自由和政治多元化的侵蚀 并严重影响欧盟办事处、欧盟成员国总领事馆 在香港的工作 以及波及在香港的欧盟公民、组织和公司 引发大家对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长期吸引力的质疑 声明还指23条全面条款和广泛定义 特别是涉及外国干涉和国家机密有关的条款和广泛定义 特别令人担忧 而法案中规定的大幅增加的处罚 对域外影响力和其他相关追溯适用性也令人心感不安 日本外务省20日在官网发表声明指 九七主权移交以来 香港保持自由开放、尊重多元意见的制度 为它带来繁荣 但2020年6月香港实施国安法 2021年3月香港选举制度的条文扁更 以及23条的通过 持续削弱外界对一国两制框架的信心 声明表示日本政府会将继续密切关注香港周边事态发展 并呼吁中方及港府 确保香港市民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尊重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也在20日发表声明 谴责中共无视国际社会忧虑和港人议员强行立法 形容港府立法会19日传票通过23条 是香港最黑暗的一日 声明指双重国安法23条和2020年中实施的港区国安法 将令到香港人禁约寒蟬 更会令所有在香港活动的国际组织、企业和个人饱受威胁 声明强调会继续和勇敢的香港人站在一起 和国际社会一起做支持香港 对抗极权、守护民主的共同伙伴 面对国际社会的批评声浪 港府星期三回应说 今次立法是民心所向 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 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 对23条作出抹黑诋毁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劍 同一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话 对个别国家和机构 诋毁抹黑23条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并称对香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游致及兴充满信心 为推动旅游景点 港府在各区纷纷设立打卡热点 近日上美启用的东九文化中心外楼梯上 一层层有序的LED白花成为城市业画 不少网民日前将东九文化中心外的LED玫瑰花海照片 发到社交平台 途中可见中心外的层层楼梯整齐摆放着LED白花 翻查资料 该项目为官堂区议会设置的打卡点之一 名为东九文化中心外街梯LED花海报纸 根据官堂区议会早前的文件 花海预计员工日期是这个星期五3月22日 即23条生效前的一日 之后会试灯4日 LED花海布置为期约3个月 布置工程面积约为130平方米 造价50万元 不少网民表示 看到LED花海立即联想起白市 有人拍下虎视角度 东九文化中心和一片白花 集合在一起形容根本是坟 殿堂级的设计 另外亦有网民指 昨日才在没有反对下通过的 《基本法》第23条 即时就出现一片白花 现在製的很多艺术装置 都充满隐喻象征 香港走得好安长 一路走好 时评人士冯熙乾20号 在念书赞文指 很多人一看到白玫瑰 都会好像见到白狮子一样 马上上到死亡 灵堂 哀悼 这个没错 但其实白玫瑰还有另一个象征意义 似乎更能代表今天香港人的反应 文中说 在希腊化时期和后来的罗马神话中 象征沉默秘密的神 Harpocrats 通常被描绘成年轻人的形象 一只手指放在嘴唇 另一只手 则握着白玫瑰 这朵白玫瑰是神话中的 幽比特Cupid所送 目的是收买它 要求它不要泄露爱神 维纳斯Venus的恋爱秘密 因为这样也出现了一个拉丁文成语 Subrosa 英文译为Under the rose 在玫瑰花下 意思是秘密地做某些事情 文中指 可见到西方文化中 白玫瑰的花羽 其实主要表示沉默 闭上嘴巴 就好像今天抵达历史分岁美的香港 联合国在世界幸福日20号 发表世界幸福报告 芬兰连续七年位居榜首 香港则由去年的第82位 跌至第86位 报告分析 143个国家和地区中 受访民众对生活满意度的自我评估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社会支持度 预期寿命 自由度和贪腐程度等因素 计分后依次排名 其中芬兰以平均分7.7分 连续七年位居榜首 其次分别是丹麦 冰岛 瑞典 和以色列 排名最后的两个国家 分别是黎巴嫩和阿富汗 只有平均2.7分和1.7分 亚洲方面 新加坡6.52分 排名第30位 紧随其后的有台湾 第31位 日本 韩国 分别排名51和52 中国大陆排名第60位 香港排名连续第三年下跌 今年以5.32分排名第86位 甚至比不少发展中国家更低 例如 阿尔及利亚85名 南非83名 报告亦显示在全球30岁以下的青年中 香港以5.33分排名第97位 为东南亚地区最低 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点赞 留言和订阅 更欢迎你转发 这样对我们也是极大的支持 多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